一命二运三风水 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 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 眉相看命运 每个人都有眉毛 虽然在五官中的作用比较小 但是在面相学中却能够体现出一个人的性格 运势以及精气神 所以一般在分析一个人的面相时 就一定会注意这个人的眉毛 而且不同的眉毛也象征着不同的财运 那哪些眉相的人容易破财 哪些眉相的人容易发财呢 小酱之老师今天给酱友们讲解一下 一 五种破财眉 一 娇脸眉 所谓的娇脸眉就是指眉毛相连在一起 中间的印堂位置被覆盖 而一般拥有这样眉形的人 心胸非常的小 没有度量 为人小气吝啬 常常喜欢对自己身边的人斤斤计较 从而导致这样的人财路非常的狭窄 而且事业运势也会非常的差 没有大的发展 只能口口嗦嗦一辈子 二 黄泊眉 眉毛生得太过稀疏浅薄 明显表示了这个人很情绪化 如果是女性的话 更是个神经过敏的人 喜怒无常 但若再加上眉毛不是乌黑色 而是棕色或飞黄之败色 这便是犯上了六害眉中的黄泊眉了 黄泊眉的人一般不会念亲情 友情和爱情 且公于心计 利害得失之心非常重 但可惜上天并不会体恤这种人 将会赐给他绝望与孤独的人生 三 交加眉 所谓交加眉是在眉的中间或尾部 另插开了一条眉毛 有点像个叉子 又像两条眉毛交加在一起 有这样眉的人 会在人生的路途里 饱受亲人至爱的生死离别之苦 性格飘忽 东摇西摆 如果作为女性 在感情上的离离合合 往往会特别的多 如若眼再生的不好 便连累到婚姻也会不稳定了 四 半截眉 眉不盖眼 财散人离 眉毛如果不能遮盖住眼睛 生意会投资失败 往往会消耗大笔的钱财 感情也会坚持不到头 在现代都市环境 传统的礼教都没落的情况下 夫妻一方眉毛比眼睛短的 往往走不到婚姻的尽头 五 重压眉 重压眉既眼眉特别粗浓 而且眉低压目 眼睛和眉毛距离近 眉眼之间的甜窄宫 给浓眉所遮盖了 这种便是六害眉之中的重压眉了 二 四种发财眉 一 龙眉 龙眉特征是眉头圆 整体弯而向上 眉尾聚拢长过目 色彩明亮有光泽 有这种眉毛的人 就如人中之龙 一生能大富大贵 出类拔萃 不管做哪个职业 都能够出人头地 成为人群中最亮眼的那一批人 二 贱眉 俗话说的贱眉是心目中的贱眉 也是一种相当好的眉型 有这种眉毛的特点是毛长而浓 但不粗裂 眉尾整体向上翘起 有一种凌冽之感 有这种眉毛的人 最适合从事舞职 能声名远扬 名声大振 三 清秀眉 清秀眉整体眉身不宽 眉毛不粗不细 不浓不息 但整体依然眉长过目 清秀有光泽 有这种眉毛的人 聪明 通达 一点就通 在职场上能做到游刃有余 不会得罪人 未来大好 四 虎眉 虎眉的特点是眉头很窄 而眉尾宽而不散 整体浓密有势 虎眉的男人最有气概 有胆量 会挑战 能手掌重拳 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和贱眉一样 虎眉的人也很适合从事舞职 三 其他眉相命运如何 一 长眉 在面相学中 长眉可是属于极相 一般认为 眉毛长的人 大体上都比较宽宏大量 也颇有远见 而且比较细心 做事特别细致 少出差错 其人性情温顺 优雅 会理解别人 因此人际关系极佳 兄弟之间相处和睦 并且会特别受到双亲的宠爱 也不会为钱而感到困扰 一生的经济状况良好 二 短眉 短眉就是所谓的眉短不过目 在面相中 短眉之人大都比较以自我为中心 会考虑自己的利益先行 他们的上金心不是很强 一般个性都较为倔强 属于激情型的 难免急躁 与家人之间相处多矛盾 通常生活在自我的世界之中 人际关系并不是十分的圆满 不过他们也有其优点 就是意志会比较强 想要事业成功 财运丰厚的话 就该克服缓劲或性格 靠自己的努力奋斗 三 浓眉 眉毛浓就代表身体的健康状况十分良好 会给人一种精神抖擞 极具威视之感 个性稍微有刚强傲慢 顽固的倾向 一意孤行 也以感情用事 待人不够谦虚诚恳 喜欢独处 他们往往为自我中心主义者 自我意识比较强 认为自己处处比别人强 工作方面对别人不太放心 都想亲自动手 可以自己做就自己做 而且做事容易武断 疏忽了该留意的细节 而发生偏差 导致一生困难较多 四 淡眉 淡眉之人是脚踏实地的典型人物 做事一板一眼 很稳健 缺乏上进心与领导力 比较害怕变化 难于适应新环境 工作较少转换 不至于有什么劳苦功高 但也小有成就 但欠缺家庭运 但如欠清源 则可享儿女运 反之欠儿女运 则反之有双亲运 他们反应不快 心思也很简单 固然意志不坚 又欠计划性 但却具有能言善变的技巧 因他们缺乏魄力 一生过着平凡的薪水阶层最理想 不太适合当老板 或者领导主管等 五 粗眉 眉毛看上去较粗且多 有这样美向的人 各个方面都负有积极主动的态度 非常活跃 敢于冒险 比较有男子气概 但较为高傲 个性倔强 为人处事也是我行我素 不太信任别人 由于对有些事物看得并不透彻 想得并不周全 所以即使起初有好运降临 到头来也可能会失败 不过凡是能按道理进行 以及稍改个性的话 就有可能会获得成功 并且财运滚滚来 六 一字眉 所谓一字眉 就是眉冒出成一条直线 长得比较秀气 形似一字之状 一般而言 具有磁重眉型的人 大都是少年优良 且气概非凡 幼富斗志 志气宏远之人 原来一字眉的人 在现实中大都担任独自经营的董事长 他们为人耿直 不受四周的影响 而独断独行 所以第三者看来未免操之过急 不过个性较刚强 所以一般意志力 亦或是承受力 都是比较强的 做事颇有原则 一以贯之 一丝不苟 颇有魄力 可以胜任一些挑战性较强的工作 对于女性而言 她们都是外柔内刚之人 对己要求严格 对错分明 并且很有魅力 她们在结婚后外出密职 反而会令家庭生活 幸福美满 夫妻之间情意较深 而且长寿 七月美 所谓月形眉 顾名思义就是长得像心弦乐版 又清又秀的美貌 具有慈重眉相之人 生性宽厚 人见人爱 很得人缘 兄弟姐妹之间也非常的团结 性情温柔含蓄 而且感情细腻丰富 考虑周到 思虑深远 感觉敏锐 尤其的聪明 有蛮高的领悟能力与实力 并且人品也好 让人敬佩 八 柳叶美 顾名思义 即眉毛的外形呈现如柳叶般的弯曲 线条比较漂亮 通常较为女性化 也以女性拥有死眉者居多 有慈重眉相的女性 一生在双亲或丈夫的亲情围绕下度过 心肠软 个性温柔 若男性有此眉 代表他们较具有艺术天分 大都在艺术方面较活跃 有此眉相之人大都生于富裕家庭 在个性上大都表现得比较细腻且敏感 多愁善感 属优柔寡断型的 性格上的特质则具备了中性可靠的优点 对朋友真诚取信 但不大善于经营其他的人际关系 也不怎么会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 所以与亲戚之间的情分比较疏远且冷淡 而且都有晚婚的倾向 成家生子较晚 也可能在中年以后才会成功发达 有名气 九 三角眉 三角眉指眉形好像呈现三角形之状 比较男性化的一种眉 据三角眉之人通常气势都比较强大 精神抖擞 意志坚强 很有自信与志气 胆识过人 对经济及数字的计算有极敏锐的反应力 面对困难总要想方设法去克服解决 不怕遭遇挫折 刚毅果决 而且有耐心的贯彻始终 具有开拓精神 个性虽固执 但成功的几率也颇大 会是个蛮好的企业开创经营者 没想的好坏 只是影响一个人运势的一小部分 具体还需要结合八字 风水 姓名等多方面因素来看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学习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姜之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姜之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